好 这节是技法课 我们来讲这个基本笔画是横钩 横钩 横钩的写法 横钩看上去要有精神 有力量 那么顿笔其笔 往右上行笔 然后这里要更 回封 回封的时候顺便 顺便把这个钩带出去 好 我们来看这个字 银子 所以它下面其实也是有一个弯钩 有一点弧度 银子 好我们看马 马字 马字 好 这边就是一个弯钩 虎 老虎到虎字 虎字 分析一点 我们看竖沟 竖沟 先写竖 点笔往下 挺直 到这里顿一笔 顿一顿 往上构冲 挺直 下来顿一顿 够出 那我们注意 欧体字 欧字里面的 勾呢 都不长 不要 勾那么长 这是 不好的 好 我们来看这个字 是寸 小子 小子 有点 弧度 勾上去 虽然说这个小子呢 比画非常少 但是呢 结构很难把握好 你看 他这个 对应的 左右点呢 他其实写的 很靠下 他并不是 非常靠上的 弧钩 上来之后 靠下一点 而且呢 上次还讲过 如果他是一个 对应点的话呢 他对应点 他这个两点呢 他并不是 开角完全相同 他并不是完全 开角相同 他是说 这个呢 稍微竖一点 这个稍微斜一点 这个稍微竖一点 这个稍微斜一点 然后水字 也是一个树构 写水字的时候 要注意 他这边呢 是不跟中间 先靠 但是右边 他可以靠 而且可以 出个小头 好 斜钩 斜钩 或者叫隔钩 注意他的一个弧度 注意 这个钩 都是竖折往上 好 看这个字 代 代替的代 角度比较大 一定要把他 这个角度给带出来 这个字代行李 进食 是 方式 是 方式 好 好 好 这边可以写成一个横 也可以写这个条 好 成 成子 斜钩比较难写 要多练 我们看握钩 这就是一个握钩 握钩比较小 不能写太大 我们看这个新子 我们看这个新子 好,我们看思考的思 一般来说心字如果它是作为一个底部的一个部分的话 它都是偏的 它都是往这个方向来偏的 不能把它写得很正 但整体这个字是正的 思想想 整体这个字是正的 但是这个心呢是往那边走的 好,我们看主意反载 很够的皮子 皮球的皮 铁 铁 再看一看 顺带说一下这个皮子 里面很重要的一笔 它是这一笔 拿出去这一笔 这一笔也把它写好 这个皮子基本上 写得好 这个笔画后面我们再看 还会再说 你再看一遍 皮 皮 课 做客 做客的课 顺便说一下 顺便说一下宝盖头的写法 宝盖头 王盖头呢 他这个点呢 在欧体里面 这个点呢 它写成竖点 啊 就是这竖点 啊 点是竖 比如说 它第一笔是竖点 可 可以的可 注意是竖垢 可以的可字 注意这笔 也不是在正中 啊 它是在三分之一的 差不多这个地方 下来的 可定 啊 可定 啊 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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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嗯 竖垢的钩都不可以抬打 啊 钩 下来之后 一条就可以 好 斜钩 我们看这个法子 单人旁有两种 一种是 接入 啊 这里是部分接入 一种是 露一点 啊 这都可以 再写一遍 啊 戏 演戏的戏 这个鞋钩 或者叫隔隔钩 关键这个 要胆子大 要拉得下来 啊 要往下来 好 看卧钩 啊 西数的西 一样 咖啥 啊 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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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独泰 太子 好 下面是一句古诗 我们再写一下清晨入古寺 初日找刀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